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人若心软,必若小人 对于这几件事 不能太心软 要冷漠相待 一,有一位作家说过 冷漠处事,冷情做事 冷眼看人 才算是人之成熟 冷漠处事并非是 让我活成冷冰冰的模样 而是让我收敛自己的热情 不要再做被人欺负的老好人了 冷情做事 并非是让我们不择手段为人处事 而是让我们在保证 个人利益的基础上 尽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成为了冤大头 冷眼看人 并非是让我们自高自傲 瞧不起别人 而是让我们冷静且理性地 看待每一个人 千万不能意气用事 被人欺骗 做人冷一点 让没必要的热情少一点 更有利于我们在江湖中混得如鱼得水 哪怕再差也能保护自己 只不过有太多人都习惯于活成老好人的模样 做人过分心软 根本没有保全自己的能力 更没有明哲保身的想法 结果只会招来小人 被小人欺负 越活越狼狈 一个人如果过分心软 往往没有好结果 对于这几件事 我们都不要太心软了 学会冷漠一点 薄情一点 那才是王道 二 再善良也不能轻易原谅那个害你的人 郭德纲说过 那些劝你大度的人 离他远一点 雷劈他时会连累到你 郭德纲的这番话 其实说得特别好 未经他人苦 修劝他人善 这世上最为善的 莫过于那些啥也不知道 就盲目劝人善良的人 在生活中 你的某些长辈看到你不肯原谅别人 就会站在道德的至高点来指责你 说你不懂得宽容 让你感觉到特别难受 在原谅这件事上 不能盲目当老好人 对于某些经常害人的小人 难道我们还要原谅他们吗 如果我们原谅了他们 相信他们下一刻就会得寸进食 根本不会念及你的善良和好心 这就是一片真心为了养不熟的白眼狼 在白眼狼面前 我们千万不能心软 而是要冷漠对待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这才能保护自己的同时 也正是小人 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三 在善良也不能成为别人的提款机 有道士雷劈真孝子 财发狠心人 麻省专挑细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那些善良的老实人往往最悲惨 不仅成为别人上位的垫脚石 还成为别人赚钱的冤大头 再怎么善良都得不到好报 而那些狠心到极致的人 非但做得盆满钵满 还过上舒服的小日子 越火越有滋味 不是说善有善报 二有二报吗 为什么老实人如此善良 依旧只能成为别人的提款机 成为别人压榨的对象呢 其实这并非是报应的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一个人不懂得拒绝 也不够硬气 那他又怎么能抵御别人的蛮横和威胁呢 就像有人找你借钱 拿你的钱去冒险 那你该怎么做呢 最好的做法并非是答应别人 而是及时拒绝别人 不要想会不会得罪别人 而要想能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要知道 所有当别人提款机的人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既然如此 冷漠点做人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四 再善良 也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在职场中 为什么有些人会被人欺负 甚至被人针对 打烊以及排挤 根本不能安安稳稳地工作 只能说 这些人缺乏了破局的思维能力 职场就是一个棋局 我们都是当中的对异者 我跟你下起 要么我牵着你走 要么你牵着我走 如果运气好一点 我和你都是比较善良的人 那我们合起就好 就不要争太多了 可是我们能够表现出善意 不代表别人就会表现出善意 要知道好心被当作驴肝肺 那是常态 而心心相惜 那是非常态 你的善良 很有可能换不来别人的善良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得反过来做人 与其你牵着我的鼻子走 不如我牵着你的鼻子走 对于不尊重我们的人 我们也没有必要尊重他们 最多一拍两散 没必要太纠结 无 再善良 也不能被人用道德束缚 上文已经谈到过道德绑架 此一时 真正的道德绑架 其本质就是别人用道德来束缚你 让你处于化地为老的状态当中 就拿员工和老板来说 老板在你面前传播成功学的鸡汤 不仅给你画大饼 还跟你畅谈未来 这个时候 他就会拿你不够努力来绑架你的思维 但你不知道的是 你的老板或许才是那个最不道德的人 控制一个人最好的办法 莫过于我让你讲道德 而我本身就不遵守道德 如此 那你不就成为别人拿捏的老实人了吗 做人 没必要被人所创造的条条框框所束缚 要知道你的老板创造的职场道德 并非是为了你好 而是为了束缚你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妨要冷漠待知 没必要听太多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